虽然带着孩子远走加拿大 但早已成为娱乐圈江湖传说的张伯志 仍难以逃脱以大波袭来的话题 如因听风与周迅的绯闻萌生醋意 而断绝了谢家人间孩子的机会 更开口向前夫索要巨额赡养费 不厚道地说着偶像剧一样的情节 放在张伯志身上 倒也难怪一众看客有诸多猜测 谁让他一直都是个火爆脾气的性情中人呢 但是一夜夫妻百夜恩娜 为离婚闹到破口大骂的 这对前任夫妻分到扬镳之后 倒是真如一家人了 9月11日一向对私事抱着爱谁谁态度的谢霆锋 竟然也通过律师喊发出声明 说我没机会看儿子 说我只能单向苦等博之来电 别一赢了好吗亲 人家清清楚楚地说 谢先生一直跟其一对孩子 接孩子的母亲保持紧密联系 炒作对一对孩子已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啊 可是虽然律师信中方狠话要动用法律武器 小编还是忍不住弱弱地问一句 那一对孩子居然都已经 为大洋彼岸的八卦新闻困扰了 早熟啊有木有 真正困扰的还是孩子他妈吧 这还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传出于周迅的同居恋情时 谢霆锋只借经纪人的口 一句话就给否认了 但为了前妻张博之 就老名伤财地找起律师行 不管迅哥是多么魅力无边的国际影后 在霆锋心中也难抵自己两个孩的妈呀 但是霆锋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比如传闻中博之像你所要的巨额赡养费呢 眼看博之全面停工 当起全职妈妈这生活费 恐怕是非谢霆锋莫属了 而这声明中对赡养费的只字附体 显然也是默认了霆锋肩上 还挑着赚钱养钱期的重担呢 我说霆锋啊 内地这边正在整治网络谣言呢 要是怕吵的话让博之搬来北京吧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